中國在敘事待發之中 對 中共突然莫名其妙把夏令人叫去半個月 半個月喔 他是講說重慶什麼台商要走一圈 所以要半個月的時間 但是我問一些了解中共的人 他們就說在這個最後一個月的時間 中共會不斷的開會 會不斷的在研究這個對台的選舉的一個策略 然後要開始做調整 那這個他當然不可能去參加 夏令人不可能去參加中央級的那種對台的小組的會議 但是他一定會跟涉台組織做一個意見交流 這種國民黨要怎麼需要幫忙 然後這個要怎麼樣 包括現在中共正在運作 一定是如何棄保柯文哲 你看柯文哲的KP TV 他的流量突然變少了 因為小粉紅都在等待號令 想說以前他的TikTok動輒十幾萬百萬的觀看人士 那你真的以為是阿伯嗎 為什麼KP TV卻只有一千多 對 我剛剛那個小粉紅 在等到號令一響 對 小粉紅已經在等待了 他現在不要先去投你了 我在等待上面開會的結果 我們要來看這個美麗島民調的一個曲線裡面 吳欣盈這個加入柯陣營之後 民調一度掉到不到15% 但是吳欣盈出國之後 民調一直跑回來 現在幾乎也19%之多了 有人就覺得說柯文哲還是柯文哲 唯一變得只有吳欣盈有沒有在他身邊 這帳可以算到吳欣盈頭上嗎 那其實吳欣盈一回來以後就跟外交部吵架了 他這個出國用納稅人的錢那就罷了 然後又帶很多隨戶 去了杜拜之後 害大家不能夠進去開會 然後又去美國 那用很多的隨戶 然後他回來之後 他在美國到底幹什麼 他說他有一些私人的訪問 私人的訪問 這個什麼跟一些什麼人交流 所以大家也不想他去美國幹嘛 然後他回來之後 我看到他跟那個學生做談會 你知道嗎 那個學生做談會 學生用中文嘛 而且他很認真的 在手機上面寫好問題 然後問他什麼 你覺得這個 大家問你有沒有美國國際 你不應該老實回答嗎 還是類似這樣的問題 然後他就會說 對 這個是廢爾的事情 你們到底要監督我 這是廢爾的事情 You know 這是真的 就是講話都 金晶婷 要加英文就對了 對 然後三季就講一個 金晶婷 我就覺得 你到時候上那個副手辯論壇 你就這樣子回答 然後森慕時就會用一些很 很那個很 很冗長的那個英文回答 我們這個是要什麼 complication什麼東西的 然後下面的學生就聽得 一頭霧水 也不會啦 大學生這些英文單字都聽得懂 沒有 他離那個專業的那個會議 他要用那個講 那所以說他就講英文的頻率就很高 要不然就 you know 要不然就是 you know well well 對 太棒了 and this is a book 就很好笑 你就聽得懂 就是很好笑 像英語教學一樣 所以說我不曉得他回來 就鬧了斷交部這件事情之後 那個柯文哲的分數還會再往上嗎 因為柯文哲現在策略很簡單 他就是要打不然不律 要打他的基本盤 所以在美里島最新的民調裡頭 他的20到39又回來了 29到39又回到40%了 然後30到39又回到30幾%了 所以他這樣子胡言論人 我是阿拉 我是這個努王哈治 我是什麼雍正 耶叔 耶叔什麼 我覺得你現在好開心喔 其實我回去看他 上過去一年 上那個市長的綜藝節目 也真的很好笑 那個他去上了曾國城的節目 問一題說 你覺得哪一區的新建房屋會自銷 他馬上回答內湖 然後他告訴曾國城說為什麼 他說內湖交通主塞 他那時候是市長 交通主塞他沒有辦法解決 然後他回答 他說你們這題目我不曉得 但是答案我一定知道 所以你就知道說 他是整個 但是問題是你要看看 就是說他的這個年紀的喜歡度 年輕人會回答說他會投他 會喜歡他 但是我告訴你 到時候大家都不會去投 因為年輕人就直接聊 大家跟我講 我喜歡他 我會支持他 但是我不會去投 因為他不會上 所以看好度在這個時候 是很很很重要的 如果你看好度不高的話 我覺得那些票都是都是無用的票 你再高也是一樣 不會到20啊 你看就是那個中時 你覺得他實際票數真的投出來會哪幾% 12% 就是12到15%左右 他不可能會有19% 然後你看氣爆已經開始發動了 氣爆已經開始發動 今天阿伯對不起 這個人不曉得花了多少錢 去做這個看板 我這個看板可能讓葉原資非常羨慕 因為葉原資沒有錢做看板 還要在看板上面一直話來話去 花了不少錢 他的心很痛 可是這個人就肯花錢說 阿伯對不起了 關鍵時刻我要投侯友誼了 第一槍 這是第一槍 那未來誰會開第二槍 最後一槍 中共 中共一定會開 敘事待發之中 對 中共突然莫名其妙把夏令人叫去半個月 半個月 他是講說 重慶什麼台商要走一圈 所以要半個月的時間 但是我問一些了解中共的人 他們就說在這個最後半個月的時間 中共會不斷的開會 會不斷的在研究這個對台的選舉的一個策略 然後要開始做調整 那這個他當然不可能去參加 夏令人不可能去參加中央級的那種對台的小組的會議 但是他一定會跟涉台組織 做一個意見交流 共產黨要怎麼需要幫忙 然後這個要怎麼樣 包括現在中共正在運作 一定是如何棄保柯文哲 你看柯文哲的KP TV 他的流量突然變少了 因為小粉紅都在等待號令 講說以前他的TikTok動輒十幾萬百萬的觀看人次 你真的以為是阿伯嗎 為什麼KP TV卻只有一千多 對 我剛剛聽到小粉紅在等到號令一響 小粉紅已經在等待了 他現在不要先去投你了 我在等待上面開會的結果 我覺得兩個事情 就是最後他們會覺得郭台銘要不要出來贊侯友宜的台 就是剛才講的神秘嘉賓 最後還是會吧 對 會 所以說這兩張牌 拜託他那個逃漏稅子罰他多少錢 人民幣兩萬塊 這恩情很大 對 所以說中共說如果你不去 我就罰你更多錢 還有幾個 還有幾個繩子吊在那 還有幾個場在那裡 所以說我覺得下令也莫名其妙地去開 去 當然是說美其民去台商什麼募款拉票 我告訴你 現在去太敏感了 錢已經回來了 錢回來了 錢早就回來 該放的地方就已經放好了 現在就是策略 國民黨已經有良草了 真的 然後策略 為什麼葉原資還沒領到 有啊 有啊 你領到國民黨的良草了 一點點 他自己承認了 一點點 些許啦 不足以吃的 講得怕人家笑 不講 還有二十九天嗎 願之三天 me地方 剛剛那裡 加油 也會在裡面 呼嘩